邪灵邪神 你迷信地搞有神论 结果是被邪灵 把邪灵请到家里去了 你把这个邪灵要送出去 叫请神荣誉送神什么 难 你送不出去 我今天还给一个朋友去调风水 之前也请了个大师去调 觉得这个还是不对 经常头疼 经常那个 他就跟我分享个例子 他说是之前呢 他这个乱败乱谢 有个泰国师父还是哪个国的师父 在我们新加坡有个道场 非得让他去请个观音回家拜拜 他就把观音请回去了 这个请回去了以后就开始不顺了 也没觉得怎么回事 光知道不像以前那么顺利了 结果拜着拜着 他也没留心 后来一个朋友到他家里说 你这个观音不对了 怎么现在嘴也歪的 眼也斜的 他一看 哎呦 原来怎么端庄的一个观音像 现在变成个歪嘴观音像了 眼睛也斜斜 他也觉得不太对 他问朋友怎么 怎么 没有事你把他送走啊 送去这个大巴公鸟 所以说弄个红布一包 把他抱走啊 结果他好 包 包上了 结果就那么几公斤重的一个陶瓷馅 抱不动 他一个大汉子那么大 一抱 抱不起来 二抱 抱不起来 三抱 还抱不起来 跟个山似的 结果又去找师父问 师父说 那你这样吧 你这个弄把香朝天拜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有植日神 有夜游神 植日神 他都是玉皇大天尊派下来的 所以说你这一拜怎么样 那植日神不干了 拿着雷电就过去了 你走不走 你不走就要打你了 所以那邪神一看不好 赶紧跑吧 他拜拜再一起拿 哎呦 怎么这么轻 拿起来了 赶紧送走 这个他以为这一送走 事就完成了 请神容易送神来 你家里那个屋子 对这些隐态世界的众生来讲 他根本就没有空间隔阂 所以是现儿不在了 他还经常来怨恨你 作用你的家庭 是无形的力量 所以这种无形的力量 搞得你家宅不得安宁 事情都不顺利 所以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无神论 他也不信这个 他会不会请神进去啊 不是 不会 所以今天我们南洋地区 被邪灵附体 邪灵干扰家庭的 我调理过这种 都好几百地 以前有一个朋友 也是好心请了一尊佛像 回家拜 回家拜吧 他经常出国 也不在家 结果他这个家里 两个女儿一个太太 都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这个太太 开始是太太投诉 说不对 我晚上睡觉 老是有人压着我睡 让我翻不了身 他说你这个 是不是要看精神病医生了 这个怎么可能 这个事 咱家有佛保佑着 你怎么可能 完了以后 有这种事呢 这个太太 老是受气 也不敢吭声 就是但是就失眠了 老是精神不好 百病丛生 人失眠 一失眠 特别被鬼压身 这种病 一犯上了 那是真事 那就是 你的心肝脾身肺的光 都被他拿走了 你说都患成鬼气了 你哪能好什么事啊 那就是 也是开始百病丛生 后来不得了 他两个女儿 也被人压上了 然后 但最厉害的是 女儿身上还有血清 这个早晨醒来以后 女儿身上都是 青一块紫一块的 这个 然后也是神经衰弱 也是快精神病了 到处找师父也弄不了 最后我师父 熊春俭教授 带着我来你们南洋 然后师父说 你去帮他个忙吧 我当时那个时候还没出图的 可能是我估计是师父要考考我吧 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挺牛的 因为我跟师父学了雷电法 这个翻天印法 这些震鬼邪的方法 然后这个师父就说 你去帮他吧 我去帮 我去帮以后 这个以后我就说 这个我弄不了 你这样吧 这个请师父 咱把这个馅儿弄个红布包着 然后拿去 师父在宾馆里 我们找师父帮忙 所以是这个 就这一句话 我就开始发晕 然后我到了宾馆 这个他去见师父 我跑到里面睡觉了 这一睡觉 头发烧 浑身发热 然后烧得不轻 烧得不轻 那个他也着急 他说师父 你给我赶紧清了 这个佛像我要带回去 师父说别动 放那儿 然后呢 这个说你回去吧 改天我再给你处理 结果师父呢 就找了两片药给我吃 守了我一宿 就是第二天我醒了 他我没事了 师父说你醒了 我可得睡一会儿了 我说师父 你一晚上没睡 他说你活过来 还是活不过来 我都不知道 我哪敢睡 完了以后我说师父 咋回事呢 师父 你没那个瓷器 没那个金刚字 干嘛懒那个瓷器活 你不行不行 你就回来啊 你非得让动手 把它搬来搬去的 结果人家就把你的魂给勾出去了 把你震在那个地方了 我是守护你一晚上 鸡一叫 魂回来了 这个就是现在好了 师父帮忙把你魂请回来了 那你现在死不了了 我要睡觉了 你们听是神话故事 这种事我经历太多了 经历太多了 你们拜的是佛像 因为你们搞迷信 所以你请的是不是佛像 他也说 我这请某某某啊 这个咱们这很有名的 叫什么山的 那个师父 已经给我开光了 我说那个师父修炼不修炼 后来他知道不修炼 不会修炼 不会修炼 哪里可以给佛像开光啊 结果你不开光 你是撒进 弄了一个大杯水 弄个什么 把佛像撒进撒进 带回去吧 结果带回去了 结果是根本就没开光 一上香怎么样 把个阴鬼给招上去了 你们这牙农进吧 阴鬼 这个因邪淫而死的一个饿死鬼 这个八难横死鬼给招进去了 这个结果 他家还不错 还有俩小妞 他又招了俩雀 三个阴鬼在他家里住着 每天晚上 这个就是盗人的元阳 盗人的真气 都附在那个佛像上面 所以是无神论好不好 在某种程度 好 就是对这个大家不乱心 起到一个保护作用